美国总统拜登周四签署 2022年海运改革法案 改善对海运的监管 目标是遏制通膨并缓解港口堆积货物的情况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警告他对经济感到担忧 需要裁员并暂停在全球范围内的招聘以来 特斯拉公司已经血减了14%的职位控缺 美国美妆巨头陆华农正式申请破产 并强调破产计划如果获得法院批准 相隔获得5.75亿美元融资 近年来陆华农不敌其他大厂竞争 加上社交媒体网红新品牌化妆品串起 2020年起又逢疫情 消费者因为戴口罩减少购买化妆品 今年3月底陆华农的长期债务已经达到33.1亿美元 中纲17日股东会议 董事长翁朝栋说 历经月盘季盘并行改革 去年营业利益率在亚洲八甲主要钢厂中 连续5季排名第一 新唐人亚地电视真理报道